这就是我如何把他带回家的方法 现在是回去算是故乡 回去新加坡去新加坡找朋友 找很多朋友过后再回马来西亚 然后这个旅行总共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旅行来这边体验 钱呢不要去想 谢谢 也要展开新加坡 OK 我们已经到了Bukis Johnson这个地方 Bukis Johnson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花费比较高的地方 这一个就是新加坡的魅力 你不管你去到什么店都好 他们就是有货就是有货 除非那个东西非常出名 但是那种蛮西游的版本哦 你也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这是新加坡的魅力 喂 我打了两圈了 我打你后面了 开过来了 你们没有看到我 现在去哪里 从不买 现在过来吃McDonald's McDonald's到处都有 但是呢 阿西勒马 这一个不是每个地方都有 帮我们看一看 这一个呢 就是那西勒马Burger 它里面会有什么 瞧瞧一下 它就是一个热蛋的鸡根 有一粒蛋 然后有Cucumber 跟有点洋葱 所以这就是当地所出名的 那西勒马Burger OK 这是我的第一口 那西勒马Burger 不够吃 真的 蛮好吃耶 真的蛮好吃耶 它那个这个面包皮是 用那个Spicy King 跟Mantilas的 那个面包而已哦 买一下没有 买一下晚点吃不到 这一个一set 在这里新加坡卖是7块9新币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新加坡 你一定要来吃这个Mantala 这个地方就是Guerang 然后我跟的人就是 我要中Doto了 6000多万 他带我来的 我们来这个地方是Expo 这一个一切 这四间的 你知道啦 所谓的黑暗 到底在这个黑暗里面会有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去Expo 他们说不可以在这个乡前进去原因 是因为那些Uncle可能会阻止你们 可能他们会觉得拍起来这之类的 所以 Expo 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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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有什么Messi 在下在冰城住了4年了,我还是喜欢冰城美食 所以冰城美食就是这样的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的食品 你可以看到有拉萨,还有当地新加坡所出名的咖喱虾 然后这个可以看 但是今天我们吃的东西是 加一个拉萨一个小时,然后两杯水 就是这样 两杯 其实跟冰城差不多啊 就是这边没有这样浓它的拉萨味道 不是比较酸 还有海米 叫什么海米啊? 我们那边叫附近面 冰城州叫附近面 也是比较淡一点 不要 吃完了这一餐 大家就要离开了 我今天也禁了地主之一 不会 OKOK 稍微回去了 阿田 豆佐 顶